拍攝環境背景顏色的豐富度 會很大程度的影響畫面的敏感度 那我們這次用Nofi的風格油漆套包 以及在IKEA買的抱枕 還有裝飾品來打造一個全新的拍攝空間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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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遊戲期完了 你看看這個漂亮的牆 我們是兩天前期的啦 不知道你們就要期怎麼講的 趕緊預留了啦 大概我們期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我覺得小北這個刷子很難用 因為它太大了 然後上去的時候 就會像潑墨畫一樣 完全不怕流下來 而且用滾成的刷完 其實還會有一些白白的痕跡 還有用刷子去補 它會比較均勻 事後的善後也蠻麻煩的 膠帶撕起來的時候 它會有殘膠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貼了兩天 所以比較難死 但我覺得我們這次挑的乳膠 其實還不錯耶 就是它很好被洗掉 就算滴到地板 不用擔心 因為衛生紙直接就可以擦掉了 而且沒有味道 就要來做布置囉 剛好也可以把一些 牆面布均勻 顏色比較上不去的地方給遮住 好 我們的牆面布置結束了 這個磁鐵板是 去IKEA的時候買的 到時候可以依照撿清的時候去布置 然後後面的紙板呢 萬能黏土去黏的 這個不會傷牆面 很free啦 整個就是一個很free的布置 這影片就到這裡 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 掰掰 等等 文инки 和 network 進入 裡 後面 我請 вас 找那3 在同帶 聽给你